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美女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为人津津所乐道的话题 而古代四大美女又可谓是美女之中的翘楚 她们留下了陈鱼落雁碧月修花的典故 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争相传颂 然而今无足斥人无完人 即便是人人艳羡的四大美女 也都有着各自自己的缺点 那么她们的缺点各自是什么呢 西施本名一光 春秋时期的越国人 西施从小家境贫寒 居住于一个名叫祝罗村的小村庄 日常家用除了父亲砍柴打猎之外 就靠着西施和母亲换纱来维持 换纱这一名词听起来很优美 但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他人洗衣服 可想而知收入也并不会太高 虽然日子过得艰苦 但是西施之名却在临近几个村子 都是家喻户晓 原因无她正是因为她的美貌 传说中 西施换纱的小河中 有非常多美丽的鱼 这些鱼不怕人 相反在换纱姑娘们工作的时候 会上前来捣乱 给姑娘们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而每次西施去河边换纱 那些鱼儿们在看到西施 硬在水中的倒影之后 都会缓缓地沉入水底 人们都觉得 是因为西施的美丽 让鱼儿们自残行贿 所以才会躲入水底 从此以后 西施变多了一个沉鱼的美玉 后来岳王勾剑被吾王夫差所击败 卧心尝胆 苦思复国之策 范里听闻西施陈宇之名 便建议勾剑将其招揽至身边 对夫差实行美人计 西施虽是一个普通的村妇 却也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 于是欣然的应允 西施的曲艺逢迎 将夫差是哄得晕头转向 以致荒废了朝政 最终为勾芡所灭 虽然西施有着美丽的外表 和高尚的家国大义 但她也有着自己的缺点 那就是心脏疾病 每次心脏病发作的时候 西施都会不自觉地 用手捂着胸口皱着眉头 惹人说不尽的怜爱 而一位名为东施的丑女 觉得西施这样很美丽 便也进行效仿 却没想到反而更丑了 这就是著名的东施笑评的故事 从古至今 美女们无论在哪里出现 都会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 人们在痴迷于她们美貌的同时 也会对她们身上的一些缺点 产生浓厚的兴趣 西施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便一直受到心脏病的困扰 那其他三位美女又有什么缺点呢 王昭君 王昭君本名王强 西汉时期的自归人 王昭君的童年生活 其实是很快乐的 家境优渥 父兄疼爱 可以说是无忧无虑 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 王昭君的未来 应该是寻找一名如意郎君 相夫教子过完一生 也许不够波澜壮阔 但却一定是幸福安稳 但是事与愿违 在她十六岁的时候 汉原帝一纸诏书 将她选为秀语 无奈之下 只能是类别父兄 入夜长安 后来匈奴入口边关 被西汉军队打扮 庞大的匈奴帝国 也分崩离析为五部蝉鱼 五部蝉鱼是互相攻杀 最后只剩下呼喊耶蝉鱼 和智之蝉鱼两家 两家又经过一番大战 呼喊耶蝉鱼惨败 于是主动前使入仇 言欲娶汉女升为汉家旭 汉原帝欣然应允 并在宫中选宫女去和亲 王昭君对多年来的 匈奴争端也多有耳闻 自有心地善良的他 甚至两国交战 苦的是百姓 于是主动请英 前却和亲 想要为团结两国 君臣子民 做出自己的贡献 王昭君出赛之后 先后嫁给了 呼喊耶蝉鱼 两代蝉鱼 本来呼喊耶蝉鱼死后 他是可以归国的 但是深名大义的 王昭君知道 如果他回到国内 那么汉兄两国的 殷亲关系便将断绝 两国为和平交流 所做的共同努力 也将复之流水 于是他毅然抛却 传统的礼法 嫁给了呼喊耶蝉鱼之子 蝉鱼鱼 为两国的和平发展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相传王昭君在 初赛之初思念孤独 于是便坐在 坐骑上弹奏琵琶院 南非的大雁 在听到优美的 琴声之事 纷纷为之策默 当看到了 王昭君的美貌以后 更是连翅膀都忘了 神动 从空中掉了下来 这便是王昭君 落雁美誉的由来 当然 王昭君也并非完美无缺的 他身上也有着一个 让他苦恼的缺点 便是溜肩 也就是肩斜度较大 这样的肩膀 很难充起衣服 这也正是王昭君 使用垫肩和喜欢穿 披肩的原因 其实与王昭君身上的缺点 并不明显 很容易就能掩饰过去 但是四大美女中 另外的两位 貂蝉和杨玉环 他们的缺点就非常的明显 貂蝉 貂蝉其人是否真的存在 一直存在争议 《三国志合后汉书》中 也并没有任何关于 貂蝉这个名字的记载 但是 这并不妨碍貂蝉成为 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只因为貂蝉其人 乃是一种 抗争精神的象征 董卓进京以后 残暴嗜血 祸乱朝纲 京都洛阳实施九宫 关中百姓生灵土壇 如果让董卓继续为恶 那将是天下百姓 和大汉朝廷的灭亭之灾 这个时候 王昭和貂蝉挺身而出 以连环计 离见董卓和吕布 让他们自相残杀 从而解救了亿万生灵 可以说 貂蝉是诛杀董卓行动中 做出突出贡献女性的集合体 更是百姓和朝廷对金国英雄的 美好祝愿 相传 有一次貂蝉想去花园赏月 当他刚刚迈步走进花园 原本矫节的明月 便被云朵所遮盖 不再出现 后来人们都说 月亮是看到了貂蝉的美丽 所以才修会的夺了起来 从此 碧月之名 便为人们所争相的传颂 貂蝉的缺点就在耳朵上 他的耳垂非常的小 当时的年代 耳垂大是福气的象征 所以才会有刘备双耳垂间的记载 不过 如果放在现代的话 小耳垂便也并非什么缺点了 杨玉桓是大唐时期的永乐人 唐明皇李隆基的贵妃 据史书记载 杨玉桓容貌秀丽 替态风雨 并且精通音乐与舞蹈 是史上有名的音乐家与舞蹈家 与其他三位美人不同的是 杨玉桓出身名门 红农杨氏从西汉时期开始 便是世家豪族 千年之间 皇朝更替却能屹立不倒 杨玉桓最初是李隆基之子 寿王礼貌的王妃 夫妻二人十分的恩爱 后来李隆基贴身敬臣对他见眼 说杨玉桓资至天庭 宜冲夜庭 李隆基本就好色 于是便把杨玉桓照入宫来 只看了一眼便惊为天人 必欲纳扎而后快 可是强娶儿媳这种事 即便他是皇帝 说出去也不好听 于是他就随便找了个理由 让杨玉桓出家 过了几年 又让杨玉桓还俗 然后纳入了后宫 李隆基对杨玉桓极度的事 以致荒废朝政 这也是大唐帝国 由生转帅的开温 而杨玉桓为了获得恩宠 也是食尽了浑身的泄数 极尽谄媚之能事 而后安史之乱爆发 李隆基带领杨玉桓远顿巴蜀 途经马尾义之时 士兵发生滑变 李隆基含泪将杨玉桓处死 她也成为了四大美女中 唯一没有善终的 杨玉桓的缺点 就要难以启使得多了 那就是糊臭 由于杨玉桓体态风雨 所以容易出汗 有汗臭也就不难理解 杨玉桓为了消除臭味 几乎每天都要在 华青池中泡温泉 泡完以后 还要用各种熏香 或者是香囊来掩盖 这也是即便她有糊臭 唯一皇也依然能够 宠幸她的原因 四大美人的美貌 是世所公认的 几人兵力而谈 不足为奇 但与其他三位美人 忧国忧民 干预奉献的精神相比 杨玉桓的心胸 就要狭隘得多了 美不止于貌 更在于心 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许杨玉桓 根本就没有资格 与其他三人相提并论吧